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1Q博士的環節 博士了這麼多場,選一條Q給大家 或者位置Q,穿雲或者膽拖都可以 有時有明確的膽都可以用來做膽 如果沒有,四隻穿雲好分都沒有所謂 總一條位置Q,有時會比正Q 周時都會見 還未說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今次精選場次 有哪一部份可以做精選的4部1Q博士 差點說錯了 成材這隻馬,看到王俊有5磅,揹個超輕磅 其實季初那場都差點贏 不過楊榮倫揹個比較重的磅 又走了外碟 五檔走了外碟也沒辦法 有時拿位也拿不到 今次的檔好一點 看看再減輕些磅王俊騎成怎樣 初出的六因神區 正馬有些質素 看樣子 都是擺前走放頭或者跟前的 這場沒有什麼快馬 所以都可以試試 如果你要擔心合衝共濟 搶放會放到步速太快 後上可以留後這些帳盒 都是考慮的 確妙升之前 就是經常兜大外碟追不及 好像今次有少少步速 又不用留得那麼厚 不用兩個十當那麼淒慘 加到千四 應該放到中間都可以 所以選這四隻會比較好些 因為為什麼 同場潘頓的美好世界 其實有點不划算 邊線馬還有一隻疾風明驅 到時候 因應臨場 看看帳盒 或者騎士手風順不順 再決定 但是一二九十四 這幾隻 川雲的回報 其實位置Q都已經很好 因為譬如王俊 達周進樂的狂妙星 即成才 胡川的話 可能都已經有些不錯的位置Q 甚至可能有機會 比正Q的派賽更加好 好了 今次 不過這場就不是特別大信心 只是我覺得是直博一點 可以大家買小一點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等一會再見 多謝收看AQ博士 拜拜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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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